你該辦公室的名聲齁 已經響亮到 還要逼著南門市長中繼站拆掉 雖然說最後你沒決定 但更好笑 民眾最期待你做什麼事情 欸就是跨國建立防炸 或者是防炸再開的地方 你主動講到防炸了 你當幾年部長了 民主黨執政幾年了 說人民如果覺得防炸不利是 這是政治壓力 這什麼政治壓力啊 這就是人民對你不滿的壓力 我看你叫出國發展不好了 辦公室發展不好了 點面線發展不好了 數位中介法發展不好了